好的 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DA的遊戲實況台 那今天呢 又是我們久違迎來的開箱日了 對 那這次我們一樣還是要感謝我們的拜翼 對 拜翼真的是我的周邊的衣食父母 好 那大家應該還記得上一次我們有開箱了獅匠嘛 對不對 那他現在應該還在後面的架子上 我不確定你們看不看得到 那 呃 上次開箱完獅匠之後 啊 還記得DA是不是有說過 啊 獅匠平時在外面那麼的辛苦努力 偶爾也要讓他在家裡好好休息一下啊 所以這一次呢 拜翼就非常好心的 幫我們補足了這個 登登 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喔 話說回來 這一次箱子寄過來的時候還被抽稅了 真是氣死人 歐魯塔的居家服獅匠 呵呵呵呵 有沒有 超級無敵可愛的 啊 我們就來把它打開來看一下吧 那如果我的印象沒錯啦 這隻獅匠最早的圖案是 Koyama Hirokatsu 就是他的畫師 小山什麼 我有點忘了 就是也是他們團隊裡面 當時在推特裡面 他自己畫的一張在小房間裡面的毛衣獅匠 然後之後就大家就是廣為流傳 因為那張真的做得很棒 那背後你們也可以看到 在這個盒子的地方 他有刻意設計這個在寧階段啊 然後這個 這個什麼 喔 表示切替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買論的樣子 對 還是故意設計成小房間 就是當初推特那張圖的模式 那當然啦 左上角你們也可以看到這個 TN的這個 正版品的商標 對 他們的註冊商標貼紙 一樣啦 歐魯塔出產的商品 基本上我覺得都有一定的保證 都不是什麼問題 所以這支其實我當時就很期待了 當然大家都知道我最期待 另外一個就是Balefine的Line光 不過那個其實從7月延到了9月 所以如果到時候有機會出的話 我們應該有機會有個開箱啦 應該啦好不好 至於如果要Line光開箱的話 可能就要麻煩大家多多幫我 註冊一下翻譯的帳號了 那我們先來把它慢慢的拿出來 來 不過呢相較於之前的那個 戰鬥版的獅匠要有組裝什麼的 那這個獅匠就真的很單純啦 等一下拿出來把它接上去就可以了 你們可以看到他臉的部分 本身就已經是做空的 所以你手其實可以直接進去 就可以摸到獅匠的頭髮 不過其實我是不太確定 為什麼他這個地方是要做成一個空的啦 一般其實通常是擋起來 好吧 可能是更清楚 看清那個獅匠經過的歲月 Greyborrk or Tarantim 呃不是 呃這個獅匠他志氣的臉龐 拿出來之後呢比較特別的是他這個底座 他這個底座其實就是毛茸茸的啦 就是有設計成像是毛毯一樣 因為家裡可能放個毛毯 不過台灣比較少用毛毯 因為台灣的氣候太潮濕 毛毯其實蠻容易發霉的 但是在歐美來講 毛毯是真的很方便 嗯 當然獅匠身上也會有這種防止互相摩擦染色的紙 那就輕輕的把它拿下來就可以了 嘿咻 那由於他沒有一些比較多的 比如說衣服的變化或者是武器的插拔之類 所以這整隻獅匠大致上來說 他就是不可動的 對 他完全比如說像他的頭也是不能拿下來的 那他的肩膀有分模線但是也沒有辦法拆 那當然最重要的這個毛衣也不能 啊 你們都懂 好不好 哈哈哈哈 那獅匠穿的是 可是 我是檢查模型的細節 我們都怕他有掉色或是落色之類的 嗯 好 簡單來看的話我覺得這隻獅匠其實 做的其實算是很不錯啦 他無論是原本的身材啦 毛衣的一些曲線啦 他其實都做得很好 同樣底這個底座也有兩個 讓他讓獅匠的這個腳步的地方 可以插進去的地方 就讓他固定上去 好 那這樣子我們超級 來幹 不過注意的是這邊你可能稍微要 額外再用力壓一下 他這個才會接的比較緊 嘿就會比較緊 好 那這樣子我們這隻獅匠 就這樣完成啦 嗯 是不是很漂亮呢 比起上一隻獅匠 因為他沒有拿GAPOLUGA 可能更適合放在你床頭邊陪你一起睡覺吧 嘿嘿 就跟平常一樣 所謂有一就有二對不對 我今天怎麼可能就為了開一個獅匠呢 當然還有 那這次還有一個誰呢 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加勒底廚房守護組 欸 欸你也看不出來是誰齁 呵呵呵 好沒關係 馬上你們就看到了 剛剛加勒底廚房的守護之人 玉藻喵喵 超級大的兩隻手 雖然是隻貓整天嘴巴都在講旺 實在是非常難溝通的一隻 呃一位從者 但是不論怎麼講 他的廚藝跟紅A 還有賴光布迪卡 啊這四位 真的是看稱 加勒底廚房人理守護組 特別是當我在這次FGOFACE 吃過加勒底廚房的悲慘故事之後 我們每一個家庭的廚房 都需要一隻玉藻喵喵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這次的玉藻喵喵如何吧 玉藻喵喵是MaxFactory出的 那也一樣有TM的標誌 呃我覺得MaxFactory的品質也很好啦 基本上這次我們開的兩個廠商 一個是Oruta 一個是MaxFactory 都可以算是日本當年的玉三家 嗯 對吧 我記得當年日本PVC 玉三家好像是 壽屋 Good Smile MaxFactory 跟 Oruta 嗯 玉三家有四個也是很合理的 呵呵呵 好啦其實我有點忘記了 我記得壽屋應該是在裡面 然後最早是 不知道是沒有Good Smile 還是沒有MaxFactory 我有一點點忘記了 其實我也記不太清楚 還是最早Oruta沒有在裡面 對反正 其實日本模型如果 比較不常接觸像這類PVC 或者是模型的玩家 大致上從這幾家去選的話 嗯 如果你喜歡作品在這幾家 剛好被他們相中做出來 通常都有一定水準之上啦 那在一些其他的小廠 像是以前的Gliffon啊 還有一個 呃F開頭的 那哪一家我有點忘了 還有像之後賴光的那家 Bailfine 這幾家 呃其實 小廠有的時候就會比較 微妙一點 因為他的品管 或者是 可能跟原型師的一些溝通上 就不見得那麼準確 呃但是 我相信大家都是 衝著作品跟那個 模型本身啦 所以有時候 就算如果真的被一些 比較微妙的廠商挑到 那也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憑著愛 我們還是會去買嘛 對不對 好啦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一下玉藻喵喵吧 我才發現他好殘酷喔 他在盒子上就 直接著名了四星耶 可以不要這樣嗎 雖然確實他背景是用那個 整體是用所謂 靈機召喚的風格來做的 但你也不要那麼殘酷 跟人家說我是一個四星的貓咪好嗎 嗯 哎呦糟糕 後面盒子也被我洗 拉起來了 不過我們也寫 Tamamo Kat Basaka 對 雖然這是早期FGO裡面 可以說話的 Basaka之一啦 但是他說的話 有沒有人聽得懂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有辦法了解他這樣表達什麼 這個就不在我們的範圍之內 嗯 早期的Basaka 確實也沒幾個會講話的 像是呂布啦 嗯 鼻書啦 大流氏啦 斯巴達克斯 算可以講話 但是也是不太能溝通的 第一個比較能講的人話 大概就是金石了吧 嗯 青雞 青雞那個算人話嗎 我們再聯絡 好吧 那這個玉藻喵呢 他選用的是01的圖案 那雖然我覺得 如果選個02或03 特別是03 可能會更加的吸引人 好啦不過01也很可愛啦 01 欸 01 01的 玉藻喵變成兩半了 糟糕了 好啦沒有啦 他變成兩半只是為了 只是為了把這個 中間的這個 防染色的塑膠紙拿掉而已 好吧 嚇我一跳 嗯 那玉藻喵我覺得01其實也很可愛啦 只是02 03 可能更吸引人吧 不過這個爪子真的超級可愛的 各位我一定要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爪子真的是玉藻喵 超級無敵的魅力啊 有沒有看到 這個肉球般的爪子 喵 喵 忘 還一定要忘一下的 這個真的是超級可愛 不過這樣只有上半生好像 蓋特一號喔 我們還是趕快讓它合成那個 完整的蓋特吧 像是這個鈴鐺的部分 不過它好像是黏死的 它這個 它這個鈴鐺的背後這裡是黏死的 那 所以嚴格講其實你要用暴力的話 是可以把這整個鈴鐺拆下來 如果你想的話啦 對你看它這邊是黏住的 那你不要的話也OK 然後 這邊 它的蛇服的外面也把它拿下來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處理這個 下半生的這個 這個 塑膠袋 你們看 這個腳 這個肉球 有沒有感覺到多麼的療癒啊 可惜它不是做成軟的 如果它是做成那種毛茸茸啊 軟軟的這樣可以捏的話 感覺應該就更好了 一定非常治癒 就放一隻在做工作室旁邊 然後每次就捏兩下 其實仔細想想 這個與其說是狐狸尾巴 我總覺得好像更像松鼠的尾巴 你們也不用再問DA他的胖子是什麼顏色 這邊就給你看了 好不好 應該是白色的帶粉紅 對吧 而且還有一點那種光澤 有灑上那種光粉的感覺 嗯 我只想玉藻貓是一隻貓吧 貓應該是不會穿胖子的 我的理論非常的正確 我有玩過Necopara 好其實並沒有 其實我也不知道 Necopara裡面的貓 到底有沒有穿胖子 完成了 我們的玉藻貓 就這樣子 把所有的塑膠布都卸下來 就可以裝上它的台座了 是不是很可愛啊 Muhuhuh Muhuhuh 台座也很有特色 有一個超級大的貓咪腳印 超級大的貓咪腳印 好 那我們就把它裝上去 我必須要說 又是一個單腳站立的模型 雖然確實單腳站立 比較容易呈現出這種模型的動感 跟可愛之處 但是就真的很怕它哪一天 就越來越歪越來越歪 最後這隻玉藻貓就躺在了地上 這種 這種發展是可以預見的 不過畢竟模型嘛 本來就你也不可能期待它 永遠都會好好的在那邊 所以 就是這樣 我們這一次的開箱就到這邊 分別是這個家居服版的獅匠 還有這個超級無敵可愛的 廚房守護者玉藻喵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都可以在 白衣的網站上找到 那FACE的商品截止也就在8月12號 可能就是明天了 所以如果大家記得還有什麼 FACE商品要補的話 那我也知道有一些人會說到 這次FACE商品在白衣上面 有一些已經賣完了 那就真的比較可惜 那我知道沒有數量限制的 像是那個長掛型的海報 還有利牌 都還是可以購入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試試看 好不好 那就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那就期待下次的開箱 我們也再次謝謝白衣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